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之作 随着汽车的不断发展 新能源汽车多功能汽车层出不穷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完全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全能汽车 5C全能双汽车 可能大家都不清楚5C代表什么含义 5C代表了全地形车、浴野车、普通车、消防车和船所用的功能 东风融成汽车有限公司研发的5C全能双汽车 拥有8个轮子 乍一看如同一辆没有履带的装甲车 当过沟坎的时候 普通两轮车很容易卡住 但是5C全能双汽车8个轮子可以完美的通过 1.4米到1.8米的沟壑 5C全能双汽车拥有多种驱动形式 能够在8区和4区之间来回切换 当切换成4区模式的时候 5C全能双汽车就拥有强大的越野能力 切换成8区模式的时候 各种地形都不在画下 不仅如此 5C全能双汽车还拥有水汽模式 能够如同船只一样在水面上自由行驶 速度甚至比一般船只还要快 但是可惜的是 5C全能双汽车还没有能够进行量产 不过现在国内的制造业正在不断的发展 类似于这种多功能汽车 也将会不断的被研发出来 并且有理由相信 在短时间之内就能够完成量产化 小伙伴们对于5C全能双汽车 这种多功能汽车有没有兴趣呢 对于5C全能双汽车